遇到生活中的煩惱你怎麼辦 或是就完全不甩這個家庭 在這種情況下面比較有可能會直接免除掉 那在我們這個案例的話這個老先生他租房子 那平常就是還是會就是跟小朋友玩一下這樣之類的狀況 那其實法院最後是判沒有免除 但是就是判一個很低的一個數字 鎖定每週熱日晚上的8點 近天電視台播出的綠郵金 看電視學知識律師的中研 讓你瘦有一生